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i,我要回出去,我是尼明之子 今天我們來玩的是FreeFi的團隊突襲野配 不知道配到的隊友是新手玩家、老鼠玩家 還是大人玩家、小人玩家 呃,不是小人玩家 小孩玩家啦,你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 其實我以前啦 對於國文 就是中文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大人叫大人 可是小孩不叫小人 就是 大人呢 就是比較大的人嘛 那為什麼小孩不叫小人 就是比較小的人 對我就一直覺得很疑惑 為什麼小人的意思是在罵人 就是罵人說 比較baby的人這樣 baby的人或baby的人 為什麼不是在講小朋友呢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以前國小幼稚園的時候啦 對 但 至於為什麼呢 我覺得不重要啦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就好 對 好 這一場呢 這個 二樓好像有歸一個敵人這樣 看一下 隊友去追他了 欸不見了 不見了欸 人不見了 該不會跳下去了吧 看一下 有有有真的有真的有 哇 殘血啊 我們現在要二打四是不是 二打三 一打三 哇 這A500 抬槍也太 太誇張了吧 這 這是怎麼做到的啊 欸好誇張喔 一槍欸 我 我還在移動中欸 是本人嗎 是本人的話蹲一下 好 隊友說是本人蹲一下 蹲一下 好 欸這A500真的很誇張欸 真的超誇張的欸 真的太誇張了吧 這A500 超誇張的 OK我們這場走右邊好了 我去那個 車庫來埋伏一下敵人 好 這場隊友要走左邊 好那就分兩邊 這樣吧 老天爺眷顧我了 生日的時候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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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礦主 喔喔喔喔 大家好 老天爺眷顧他了 咳 好那剛好生日啦 那 雖然說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PO的時候 應該是比較晚了啦 但 還是祝你生日快樂 對生日快樂 後面應該會有繞敵人 對我全部走這邊欸 這樣卡在這個點我們會 卡在這 卡在這 卡在這點我們會輸喔 我們會輸喔 真的會輸喔 我這邊是要偷襲跟 卡位看一下敵人會不會過來啊 那如果全部人都卡在 離 正中心很遠的地方的話 其實很容易被包夾 然後就 產生劣勢這樣 左邊鑄爪這樣有一隻 看到了 OK 老一 因為我這邊根本沒有錢買 其他槍喔 欸660我用不太慣 只好練練看沙漠之音了 沙漠之音真的是 兩三槍就直接死啊 欸 欸 這個 好 好誇張喔 隊友你確定要救嗎 他們要上來囉 哇 隊友剛剛架了一個凝膠碗的幾秒 喔有有有可以 倒一倒一 欸 哇又被敵人打 隊友把他收掉 可以可以可以 我有頭了 感謝隊友 小心喔小心喔 哇 哇 隊友摔死了 沒辦法 他要一打三 太可惜了 敵隊那個台槍爆的真的太強了吧 太誇張了 死身無憾了 什麼 隊友說死 死身無憾了 太誇張了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們有一個 零輸出零殺的 那個 這個隊友要稍微 貢獻一下喔 不然我們這樣 打不贏啊 我覺得 在團隊突擊裡面 每個隊友的那個 每個隊友的那個 定位都很重要 就是如果有人沒有開槍 沒有殺人的話 其實 打起來會比較吃力一點 欸敵人 哇只好用一槍殘血 欸 怎麼還沒倒 欸 欸 為什麼沒有死 我打他四槍了吧 從左邊 他在凝膠後面 不可能補 不可能補血 補那麼快吧 等一下我先架凝膠 隊友不要跟他硬打 我們先守好 我先拉血 我順便看一下後面有沒有人 一定有人 唉唷 你看他繞過來了 不一定 大概常 喔 觀眾 隊友說 因為其實 團隊突擊 常用的戰術 跟包圍方式 其實都差不多 大總小異 所以你玩久了大概就會有經驗彈 就是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大家就知道說 欸 什麼時候敵人會從 繞後面這樣 隊友是不是把他打趴啦 前面還有一隻 前面還有一隻 隊友 神力大便 超爽的 蛤 結果我 這一個 老天爺謝謝你 阿這還蠻開心的感覺 欸 OK 下腳看到敵人 噢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 這個 這個 心理狀態蠻好的 就是 感謝老天 感謝就是 感謝運氣這樣子 對 阿這就是讓我想到就是 不是那個 國外不是有基督教嗎 台灣好像也有吧 對不對 基督教不是在吃飯的時候會說 就是感謝上天 賜予他們這 這頓飯之類的嗎 對不對 就電影有時候會演嗎 大家有看過嗎 然後就是覺得 其實這個心態還不錯 就是 呃 你會感謝 抱著感謝的心情 去 吃這頓飯 那其實心情就會比較好這樣 因為有時候人呢 其實獲得的很多了 可是 他 人一直看到自己缺少的東西 心情就會比較不好 比如說你有了 呃 跑車 你就會想要更多 比如說你想要更好的房子 然後想要更多的收入 想要更多的什麼什麼東西 這雖然說是野心是不錯 但是有時候呢 慾望無窮的時候 就會導致一個人 不幸福 不快樂 這也不是大道理啊 是我 看那個很多電影 然後他這樣講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想 就分享給大家 我砲槍來不及架凝膠 順便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 常常也是會有觀眾 來我的頻道留言說 欸 就是感謝我頻道一直經營著 然後分享一些 就是 呃 比較正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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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能量嗎 就是 就是讓觀眾就是 不要在那邊一直互相攻擊之類的 他們就覺得 因為 有些人啊 有些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遇過 就是自己被霸凌 就是國中 國小高中 多少都一定會有一點點嘛 那其實被霸凌的感覺不好 大家都知道 然後有些會 因為 有些人會因為我的頻道而得到療癒 他們覺得我的聊天室非常的舒服 不會 他們說的話 至少不會被攻擊 或者是會被 嫌無聊啊 嫌 嫌在講幹話啊 或者是 被 叫人 就是被人家講說 你在講什麼 沒有智商的話什麼 不會 其實我們聊天室都還蠻尊重 任何觀眾的發言權益 只要你不是攻擊人的 或看不起人的 只要你是正常的發言 我們都可以接受 這樣 對 你這樣 全部卡在同一個位置 這樣守不了啊 右側應該會有人繞上來啊 這樣我們全部守左邊跟前面 右側沒有人顧著啊 我們就被包夾偷了 我來 我來守後面好了 有一個隊友跟過來啊 對 你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有有有有 他懂他懂他懂 OK很好 一個人守一個點這樣 這樣剛好 OK 我這邊底下一定會有人上來 因為他們沒有發現 你看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 來了來了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就是戰術運用的一種 我是說敵人啊 不是說我 是我的話我也會想要衝這個小通道上來 因為衝這個小通道上來 如果成功的話 其實到被 可以贏的機率蠻高的 就是 前後包夾 這個贏的機率真的是 屢試不爽 就是成功率真的很高啦 對 那我剛剛講到一般就是觀眾都會覺得 欸 我的聊天室很棒 留言區也很棒 散播溫暖的感覺 不是在那邊泡來泡去 折來折去這樣 對 那我也很高近可以帶給觀眾 有這樣子舒適的環境喔 這邊 OK 3比2 應該是有機會吧 四十強 四十棒 四十棒 這又說四十強 四十棒 好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的誇獎 好我們這場呢 應該 省一些錢 省五百塊好了啦 這我之前講過啦 就是有觀眾會問我說 欸 亞斯已經3比2了 就是你已經 再贏一場就結束了 你為什麼還要省錢 因為我怕 下一場輸掉啦 呵呵呵呵呵 我怕輸掉之後沒有錢 你知道嗎 萬一輸掉你沒有錢買你 比較習慣用的槍 那 下 輸一次 輸掉的下一場不就更慘嗎 等一下有一隻喔 欸 樓上有人喔 他發現我了 他等一下應該會跳下來 我覺得他應該會跳下來 來了 我聽到腳步聲了 旁邊 有 OK 這我把他補掉 可以 好他應該會死 這隻在樓上看到了 呃右邊 好 哇爆槍 來不及救我 欸 等一下我丟手軟 哇他降臨掉很快 加油 那我就持續丟手軟蛋好了 看是隊友要先過去打他 還是我手軟蛋可以炸中他 喔有 喔 隊友繞過去了 合作無間啊 這個合作不錯 呵呵那個隊友一直說老天眼 剛剛這個最後合作不錯啊 就是 你看啊我丟手軟蛋持續丟嘛 那敵人正面就不能衝出來 因為有手軟蛋一直在那邊 那 敵人就要顧後面 那可是手軟蛋一直來的時候 敵人也要顧凝膠會不會爆嘛 所以 隊友就可以繞後面去偷襲他 因為敵人的注意力 會比較偏向在我前面這樣 這也是一個戰術 分享給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是新手 就是剛玩這款遊戲 啊也可以熟悉一下這個戰術 是蠻基本的一個戰術 蠻好用的啦 因為蠻好理解也蠻好用的這樣 好啦我們這集影片到這集的書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 然後每天晚上六點發片 然後用訂閱內容 不要用首頁 下集影片再見掰掰 And then 呦 I'm D D I'm D D D I'm D D I'm D D D